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蓝忘机看见魏无羡这个藏手的动作 脑海里瞬间想起来之前 之前说到可能要输液的时候 魏无羡也做了这个动作 原来他真的怕疼怕打针 不过看着魏无羡这把手藏起来的动作 还真是很可爱 他嘴角忍不住轻轻扬了一下 在魏无羡都没注意到的情况下 起身坐到了床上 魏英 蓝忘机轻声喊他 魏无羡下意识地就恩了一声 干嘛 把手给我 说着 蓝忘机就把手伸了出去 掌心向上 示意魏无羡把手放到他的手上 我不要 魏无羡摇了下头 戒备的眼神看着蓝忘机 才发现蓝忘机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坐到了床上 他经受却健壮的身躯 就挡在他的前面 让人无形中感到一中强烈的压迫感 魏无羡的身体轻轻往后痒了痒 皱眉道 你坐下去 别离我这么近 蓝忘机不但没动 反而又重申了一遍 你把手给我 乖乖打针 我就坐下去 我说了我不给 魏无羡道 我凭什么听你的 我妈的话我都不听 当然 他指的只是在 打针这件事情上 真的不给 蓝忘机想了一下 顶着他那张冷清的脸 说了句不要脸的话 不给 我就亲你了 魏无羡眼睛一瞪 你敢 吴 事实就是 蓝忘机他真的敢 话音都还没落 魏无羡的唇就被蓝忘机稳住了 当着灵锐的面 魏无羡瞳孔瞪了好一会儿 睁大眼睛看了眼前这张放大的脸好几秒 才突然反应过来似的霸受 从背后伸回来去推蓝忘机 却推不开 蓝忘机的身体就跟堵墙似的纹丝不动 他一连推了好几下 才稍微推开一点距离 但嘴唇仍被蓝忘机叼着 魏无羡含糊不清的道 吴 蓝忘机你 这一分心就让蓝忘机找到了机会 他一手伸到魏无羡脑后 紧紧地固定着蓝忘机的后脑勺 另一只手抓住魏无羡的掰开 用力斩逼 把魏无羡的手递给了林锐 饶是林锐见多时光 也着实没见过他家二少爷 还有这样的一面 他今天算是见识了 这么一个冷冰冰的人 竟然也会为了爱情变得这么温暖又耐心 这个让他感觉到了 爱情的还是个男人 虽然还是以温柔之名 行霸道之事 吴 吴 不要 蓝忘机你 魏无羡之声一只手 抵在蓝忘机的胸膛上 刚挣扎开一个小口子 能呼吸倒点新鲜空气了 刚想臭骂蓝忘机几句 却突然感觉到手背上冰冰凉凉的 就算他从小为数不多地说过几次也 他也知道那是医生在用酒精棉 再给他的皮肤消毒 于是 他挣扎得更厉害了 蓝柴你放开我 偏偏他挣扎得越厉害 蓝忘机就抱他越紧 扣在他后脑勺的那只手 也扣得越紧 紧到蓝忘机的牙齿 几次磕到他的唇 磕得他直疼 紧接着下一秒 他就听见医生像吓唬小孩子一样的语气跟他说话 魏先生 我要给你扎针了 不能动啊 不然针头会断在里面拿不出来 魏无羡心说鬼才信你 但事实证明 这招是真的管用 他真的不敢动了 感觉到魏无羡呆呆的不动了 蓝忘机才松开 摁在魏无羡后脑勺上手 同时也放开了稳住魏无羡的唇 蓝忘机掀起眼帘 就见魏无羡突然闭上了眼睛 眉头紧紧地皱着 一副很害怕的样子 蓝忘机被他这个样子逗乐了 忍不住轻笑出声 魏英 睁开眼睛看看 已经打好了 闻言 魏无羡才敢把眼睛睁开 果然看见林瑞正躺在给他贴书一贴 管子里还有一点血 但很快就随着针水被送进了血管里 怎么样 不疼吧 见书上液了 魏无羡也不闹疼了 蓝忘机才完全放开蓝忘机 坐回了椅子上 握着魏无羡手腕的那只手 却依然还在紧紧地握着 都已经绑好书页贴了 还忍不住提醒道 小心些 别乱动 动漏针了还得戳第二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